近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布尔托拉克访问了北约总部会后期在记者会上对外称,在他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哈会晤后,双方已同意开始在安全领域, 开始第二批圆珠的关键行动,布尔托拉克表示,这次美方的圆珠将主要用于乌克兰海军,这将会加强乌海军对黑海及亚洲海的控制能力。 布尔托拉克还说,美国方面已确认有欲协助乌克兰对其军工体系进行改革,有关军事的各个方面,改革乌方还将会依照北约标准进行。 另外,这位乌克兰国防部长还特别强调称,他们将会和合作伙伴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强化乌克兰武装力量,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另据媒体报道,美国对乌克兰进行的援助,在2019年,至少会有2.5亿美元,其中1.25亿美元为直接的军事援助。 而这也就意味着,在2019年,美军派入黑海的万吨巨舰,除了会有类似俄乌克去海峡冲突后,美军派出的宙斯敦驱逐舰、船雾登陆舰等战斗型舰艇外,美国载有军火的万吨货轮,在乌港口卸载装备,或也将成为常态。 此外,就在乌克兰将迎来新军援之际,乌军还称,要重新组建一个新的装甲旅,以弥补2014年以来,在内战中的损耗,而这个装甲旅的直接坐在目标,仍是乌克兰东部地区。 另在日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表示,他会在近期签署关于战宪法中添加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方针的法律。 俄乌对抗的态势也正在升级。 当然,对于乌克兰的动作,俄罗斯意义又强用回音。 俄军是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近日在受访时就直言,俄乌若爆发冲突,俄罗斯能迅速取胜,俄军还会向乌克兰和西方, 暂时其现代化的军事成果。 另外,对于北约及美国不断对乌克兰进行的援助,还有俄军夹称,说乌方用这些装备直接对抗俄罗斯,那他们注定会成为俄罗斯的战利品。 其实,对于俄方战利品的这种说法,美国也是存在担忧的。 如去年美国媒体就披露称,美国虽解禁了向乌克兰提供生命武器的限制, 但却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俄罗斯的手中,因此,美方就要求这些配备给乌克兰针对武器,必须远离东部前线。 而当时,俄罗斯专家对此也很直接地表示,若是能了解一下美国技术,俄方也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